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過去一個星期 很多藍絲和紅妹不斷大肆圈染 就說這個天馬行動是多麼恐怖 多麼血腥 只不過似乎全部都放在烏龍 在今天的中午時份 天馬行動的搞手 鄉城Online Telegram群組 就跑出來宣布行動詳情 到底他們是搞什麼 他們就說 鄉城Online天馬行動正式啟動 五一黃金周 人人都是五一黃金戰士 召集國路和勇手足 今天只做一件事 進攻黃店 其實鄉城Online從來都沒有說過 這個天馬行動是勇武行動 想不到整班藍絲和紅媒都炒了車 幸好還有很多一席 從去年七月開始 已經玩鄉城Online的手足 支持天馬行動 我愛你們 這個hashtag是怎麼寫呢 就說 藍絲紅媒風傳fake news大炒車 被迫害妄想症 最後他加了一句利身 就說如果5月1日有任何恐怖主義 或者是暴力襲擊的行動 一定是警察自編自導自演 與本和平活動無關 即是說 他們這個活動表明是和理非行為 只不過是黃絲集體去光顧黃店 但是之前那個星期 整班藍絲和紅媒在吹捧 說到這個天馬行動是紅水猛獸一樣 簡直說到勇武派是不甘寂寞 要搶先在五一勞動節 拆動閃電戰 因為別人說要Be lightning 就是閃電 就說好像閃電一樣那麼快 變了閃電戰 接著那些警察就跑出來殺有戒時 又說要如何報房 怎樣來增派人手 人家說要去光顧黃店 那幹甚麼事 加斯心心大陣仗 難道光顧黃店又不行 限聚令 沒有說不准光顧商店 商場不准行 好了 現在全部都中了大火 人家開頭都只不過 說要在五月一號的下午時分 在銅鑼灣西營盤 旺角觀塘和大埔進行快閃行動 至於這個行動的方式是甚麼呢 當時根本沒有說明 只不過那些這樣的報章 就已經開始說到 預計會重演以雜物倒路 破壞交通燈設施 或者在港鐵站出入口點火 全部都是虛購的 全部都是流料的 根本上就沒有發生過 至少到我現在錄節目這一刻 都是沒有發生過 人家亦都說明這是和理非的行為 好了 現在整班警察 高溫三十幾度之下 就走了去執勤 全副武裝就值得 那你就去罰企 反正你有薪出的怕甚麼 這些傢伙又出來拿OT錢 今天明報的報導引述了警察指揮官的說法 指揮官就說 有留意到網上邊有人說天馬行動的資訊 但網絡反應不大 大家都是靠估 最終出現暴力的機會不大 你不大又報防這麼多人 真好笑 好了 然後另一個警官就說 今天會有三千名的防暴警察 在各區高支泰巡邏 警方會留意三大熱點 包括職工盟閣街站有沒有多人聚集 另外由於早前在網上流傳了天馬行動的消息 所以就會留意有沒有人針對藍店 以及在商場發起行動 最後也會觀察一下街上有沒有可疑物品 甚至乎是爆炸品 就是做這些無謂的事情 這樣又可以動員到三千人 下去開OT 這些行動多麼無聊 沒有做過一樣 到底之前那些打劫金譜 打劫標譜那些賊拘捕了沒有 之前在屯門警署門口去武警 騙了百成代錢那個 拘捕了沒有 還有你那個助理警務署長陶輝 這次涉嫌圍了很多條法例 那個拘捕了沒有 這麼空間去審這些好過 走去那些商場 走去現在最新又說在浪豪方那裏 舉起這個防線 關你什麼事嗎 人家要光顧 沒有那樣整那樣 待會又說那些零售業 飲食業如何受到打擊 那你還去打擊一份 那你攬炒嗎 經常說攬炒 根本上現在最攬炒的 就是你這班特區政府的廢官 尊榮官和那些香港警察 專門在製造攬炒行為 當時人家去光顧 說到明是 有建設性 洗錢 促進內需 促進經濟 又不對 又不准 這班人 所以是 難為你這個由建制派操縱的立法會 還可以批准這班警察加薪 還可以批准他們追加撥款 去開這個OT錢 根本上就是浪費納稅人金錢 浪費米飯 所以我為什麼整天都支持 你特區政府應該派錢給市民 反正那些錢都是冤枉黎溫液去的 不如還富於民好過 不如用得其所好過 不如用得其所利益的警察 所以我一直都支持派錢 你派得越多越好 至少市民調戲都會順一點 好了 今個五一王金州 就是首次 全香港範圍之內 都沒有自由行旅客和中國旅客 實情不少市民 都感到相當開心 當然有人歡喜就有人仇 那些從事酒店業 零售業 尤其是去賣化妝品 或者開藥房 或者專門做自由行旅客生意的商店 以及旅遊業 覺得不佳禮之外 其實大部分市民都覺得非常暢懷 為什麼 因為少了很多無謂人 尤其是低端旅客 當你重新開關以後 你一定要原格地審視 這些人不要讓他來 你不要走去以為人多就行 不是計算人頭 這個社會是計算利益 當你迎接這麼多旅客過來的時候 到底他人均消費是多少 原來除雲根本是花很少錢 不如你把那些花得不多錢的人 你叫他沒有鬼來 很簡單 現在你就要撥亂反正 你不要到時候開關的時候 好像七月十四鬼門關大開一樣 一隻二隻蛙鬼涌下來 那時候真的不得你死 告訴你 到時候只會令民怨極速反彈 因為經過這三四個月以來 市民已經開始慢慢適應現時的生活空間 就是在社區當中 是不見到這群自由行旅客存在的 若然到其實開放有整群人湧下來的時候 又跟著迫車 又跟著迫商店 跟著在社區那裡湧劑 繼續拉車仔滾腳 這樣就很討厭 這群人下來 基本上只有極少數人受惠 就是我上述所說的幾個下行業受惠 然後大部分人幫忙來埋單 所以這種情況是極不公平的 雖然現在出街是麻煩了很多 又要做好各種的防護措施 但是起碼撞口撞面那些全部都是香港人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是很不同的 大家就可以想得到 到底這幾個月以來 在社區上是不是少了很多無謂的衝突 是不是少了很多人在街上撒屎撒尿 是不是少了很多人隨街吐痰 大家就可以去回想一下 雖然現在就沒有了這群蛙鬼旅客 但是因為全球各國都實施這個旅遊限制 實施一些入境管制的措施 所以全部香港人都要被迫留港消費 對於一般消費品的市場來說 其實那個跌幅就不是太大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商場照樣是人山人海 那些食店都是人山人海排長龍 尤其是那些黃店 因為很多黃絲響應五一黃金周 要光顧黃店這個號召 所以比以前更加排得長龍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消費品的市場受到影響其實就不太大 因為本地人一樣是要出街消費的 除非他日日病在家裡 好了 至於那些奢侈品那些 即是專門賣貴價手袋 或者是賣金 賣首飾那些 當然是撿得就撿了 因為你本來就不是以做本地人生意為主 本地人能夠消費得起多少這些產品 所以你說對香港那個打擊很大 在零售業 其實對這些專門不是做本地人生意的零售 是打擊最大的 如果是一般做街坊生意的 完全根本上就不需要依賴那些自由行旅客 他損失條毛嗎 難道那些市民天天真的不用吃東西 天天練仙 真是 愚蠢 好了 由於外遊受到限制的關係 所以很多市民就趁著這個 下四天的長假期 去到那些離島旅行 或者去到西貢 或者去到行山 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記緊做足那些防疫措施 千萬不要鬆懈 時刻保持警覺性 起碼要使得本地個案連續28天清零 這樣才完全放心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